由田志轩文化艺术基金会主办的2022食农物语市集 这个星期六日下午的1点到晚上7点 在文创园区的广场举行 有花莲各地农友前来展售 还有首座DIY体验活动 欢迎民众星期假日来逛市集 买好物也享受悠闲的午后时光 田志轩文化艺术基金会连续多年举办小农市集 让在地农民有展售商品的平台 也让更多民众看到花莲优质的农特产品 和文创商品 今年以食农物语为主题 邀请花莲各地农友前来展售 那我们这一场的这个市集 叫做食农物语 食是减食是俯首皆是 俯食皆是的这个食 那农就是告诉大家 其实我们的农业的资源是非常的广阔 我们花莲的农业资源跟特色 是真的值得大家一起来认识 那他们所产出来的农产品 那相关的加工品等等 也都是很好很好的来给予 来互相的一个流通 那我们透过市集的方式 让消费者可以认识花莲优质的 有不管是小农的 青农的 那还有三代农民的 他们的一个务农的经验 累积的成果 那当然搭配这个农业 也要有一些文创手作 所以这些摊位集合起来 我们还有体验课程 那看到很多民众 其实他们在报名的时候 就觉得哇那么快明了就没有了 我们觉得 对啊 其实大家就很愿意来 那就对摊商小农来讲 就是很多的曝光机会 对他们来讲才是 真的是实质上的 他们的收益可以增加 这也是我们办这个市集 很重要的一环 食农物与市集 有许多友善的农产品和加工品 现场让民众选购 还有绝类生态品DIY 台球制作 非常适合亲子共同来体验 其他还有文创商品 特色手工艺作品 美食品尝等 食农物与市集 带领大家认识花莲小农的农产 和在地职人的DIY体验 星期天还有一个下午的活动 田志轩基金会 欢迎大家一起到文创园区 逛市集 买好物 享受悠闲的午后时光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 2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